大家好,我是Stan 女团PPG成员辛比在美国公演舞台上 被拍到非常伤心的表情 而引起了粉丝们的担忧 该消息也登上了韩国演艺新闻的热搜一位 4月24号 PPG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活动演出舞台上 演唱了非常欢乐的歌曲Pudout 而平常以明朗表情 展现充满正能量舞台的辛比 从演出一开始就露出了阴沉的表情 还一直低头看着地面 当时在歌曲结束后 辛比匆忙离开舞台 留下其他两位成员与观众们问候了 而当天辛比与欧姬 因为身体状况问题 取消了计划好的采访跟红毯活动 第二天的击掌活动 也只有恶难一个人参加了 在4月24号回国的PPG成员们 也取消了之后的所有行程 大家应该知道 孟宾与辛比是有着18年交情的好朋友 但是因为事先安排好的海外行程 导致辛比无法参加孟宾的葬礼 而且就在前一阵子 孟宾才前领解了PPG的歌曲 所以现在辛比受到的打击 真的是难以形容的 真是无法想象 辛比是以什么样的心情 在舞台上表演的呢 真的是很心疼 只有一个人参加 因为是海外无法取消吧 海外粉丝也能理解你们的 欧娜为了粉丝们 一个人也参加了 这个努力真的好棒 希望欧娜也能加油 禁止道歉 我们充分能理解的 好好照顾一下身体 慢慢地回来就好了 PPG孩子们 离开的朋友 送行的朋友 都太年轻了 剩下的人也希望能照顾好自己 希望辛比 欧姬以及其他所有朋友们 都能好好调解一下 然后接下来也是一个 让粉丝们非常担心的消息 今天女团Red River成员Joy 因为身体状况不佳 宣布暂停活动了 SN娱乐表示 Joy最近因为身体不适 前往医院 经过诊丹哥检查后 医师建议他目前需要接受治疗 并稳定身体状况 所以Joy近期将暂停所有行程 很抱歉让粉丝们担心了 为了Joy的健康着想 经过充分讨论后 才做出了这个决定 请大家见谅 我们会尽最大努力 让Joy再次恢复健康 之后状态恢复的话 也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生病为什么要道歉 禁止道歉 病了就要休息 最近大家怎么都病了呢 希望能健康 Joy好好休息 健康的回来 真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希望Joy能好好休息 早日康复 接下来带来了一个 让很多网友们掉泪的网络漫画 大家好 我想鼓起勇气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着发育障碍的 我14岁儿子的故事 我儿子患有先天性自闭症 完全不会讲话 所以连妈妈也不会讲 就像小婴儿一样 只会发出 婴婴嗡嗡 这种没意义的声音 吃饭 穿衣服 洗澡 都无法自己解决 我要照顾儿子 24小时所有生活 因为儿子只会用 嗡嗡的声音 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所以经常会因为 互相不知道 想要表达什么耳郁闷 像这样 24小时照顾儿子 也有10年以上的时间了 当然也会有疲惫的时候 甚至也有不知不觉就发火 跟不耐烦的时候 但是就在前几天 因为身体不舒服 我没有办法照顾儿子 也没有地方可以让他待着 所以我只能用手机 打开YouTube影片给儿子看 我则是在一旁躺着休息 过了一会儿 我发现儿子不仅没有找我 还在自己努力地摆弄着手机 所以我就偷看了一下 儿子自己在按几个字母后又删除 这样反复着好像是在写什么东西 我虽然天天都对儿子说 我爱你 也会写给他 我爱你这三个字 但他也没有什么反应 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听懂 但是 可能儿子是试着想要在手机键盘上打出 妈妈我爱你 才会来回按字母 想要找出跟我爱你相近的字 期待着儿子能用自己的声音对我说 妈妈 我爱你 等那一天 今天我也要加油 讲词 请不吝点赞 按赞 按赞 转发 钥匙